我覺得他心智年齡跟我差不多 因為我們都聊得起來 就是感覺他這個人 就是很好聊 兩個人你一言我一語 周玉銘仔仔還有白潤英 因為合作影集才變熟 一見面就鬥嘴 好感情不言而喻 以不同電影作品 一同入圍2024台北電影節 最佳男主角 因為我當他是 朋友 對 你知道在你小時候 然後他是那個 大家不敢把他當夫人 他是神 他是亞洲的男神 亞洲的男神 都過去了夫人 笑談過往 這是周玉銘第一次入圍 台北電影獎 他說心情很平淡 還是過著自己的生活 帶小孩沒特別的感覺 而角逐最佳女配角的 陳奕涵 曾沛宇 劉奕兒 湯永旭還有林愛璇 也都到場接受訪問 畢竟他爸也是我的好朋友 所以你叫阿姨 叫阿姨 阿姨嗎 沒有 妳才老咧 湯永旭以新人獲得提名 因為爸爸是台灣影視圈 知名的錄音師湯湯祥 還有陳奕涵是舊士 陳奕涵被虧是阿姨 他故作生氣大喊 你們才老咧 大元愛情事業兩得意 對於首度入圍演技獎項 他說抱持平常心 講述即興呼吸系統綜合症的電影 預告片想必大家都不陌生 一起最終抱回最佳預告片獎項 老狐狸則獲選觀眾票選獎 最佳行銷獎則獎落國片眾協3 國片百花齊放 就看北影週六頒獎典禮 大家們被誰抱回家 有新人獎項明節台北中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